工商時間97MR 防摔手套帥氣安全 蝦皮熱賣中 大家好我是小魚 今天我們來講這台SL啦 那SL的好壞呢 我們現在講的是125 158由於剛出來 然後我也沒拿到車 測試也不夠完整 所以我們暫時都不先將它好壞 這個現在好壞等於是說用媒體的方式在講 那我一開始用見面的第一個感覺去講 就是我們平常分享的影片 那會員頻道的影片 當然就是我們的經驗下來的 所以說一定要等一段時間 我們才能分享說這台車的好跟壞 所以有些人會問我說那怎麼辦 那不好意思 我就沒辦法從會員頻道裡面跟你講這種 所以一定會隔一段時間以後呢 抓到一些毛病 再來分享給大家 好 那我們現在就講 這台SL125的毛病 那這台SL125的毛病呢 一開始先講它的缺點 這一梯系列的尾速不是偏強 它這樣的設計呢 它的加速是很強的 可是它的尾速不好拉 所以如果你想要高速巡航的話呢 我會不推薦這台 因為高速巡航的情況下呢 你一定要做了傳動的改裝啊 或者是齒文筆的改裝 你才有辦法讓尾速變好 要不然它是偏向加速型的引擎 所以它的這顆引擎呢 不要偏向加速 加速是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如果你想要跑到100 110這樣子的話 其實是很吃力的 所以它的引擎不算偏向尾速 那接下來呢 它有一個通病 大家都會在那邊講的話呢 就是所謂的中柱 它的中柱很容易生鏽 然後它那個芯 非常非常容易卡鏽水在裡面 然後到時候拆不下來 那就會有需要更換 什麼所謂的白鐵中柱芯 一些相關 那當然還有它的輪胎 它的輪胎前後輪都不能直上大胎 前輪直上大胎 重煞車下去的時候 會磨到前面的傳底一點點 可是只有一點點就是削到這樣子 那我覺得那還可以接受 那就是因為重煞的時候才會有 那後輪的部分呢 它換大胎 它的中柱會直接磨到 那磨到的情況下呢 會造成你速度上不去 90就上不去了 所以說它就需要更換那種大胎使用的中柱 那這個也是它的缺點 然後至於就是後土竹啊 它的後土竹也不好 它的後土竹呢 在於大胎也不是非常的好 所以你輪胎大一點 你後土竹一定都會磨到 然後就會掃破 所以這個是Jet SL 會有這個換過Coslo 它的大胎還是會磨到 所以它的後土竹的狀況呢 不是非常非常的好 這台車呢 如果你想要裝著大胎的情況下呢 你都要需要做周邊的改裝 才可以 那不過現在Jet SL呢 它們賣的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它的改裝品越來越多 所以如果想要改裝的情況下呢 其實Jet SL是蠻推薦的 它現在會越來越穩定 只是目前它在改裝的幅度呢 加入會員觀看會員頻道 知道更多資訊 參加會員抽獎等